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喝醋冰 后出品节目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继续邀请到阳明国际的水墨大师江明贤江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中接受访问 来跟我们聊聊他的艺术人生还有他的走遍世界的这个行脚 江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非常感谢能够播控给我们 让我们hold to b 的观众朋友能够在节目里面听到很多大师级的分享 不只在您的这个艺术修养 您的人生阅历各个方面都让我们觉得说丰富了我们的事业 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来一个比较亲民的这个问题 如果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拿过画笔的这么一个人物 那也许他退休了 他儿孙满堂了 他想要开始也来接触这个画画的这个世界 他应该迈出的第一步是什么 其实每一个人不管老少男女 其实对美都有先天性的喜好 只是他自己不知道 因为他先天性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创作的这个细胞 每一个人都有了 只是只是可能是因为过去的教育生学主义把美术都荒废掉了 或者社会这个社会的教育也不怎么注重美术 那么就以美术跟音乐来讲 音乐在台湾音乐的教育就比美术教育好得多了 比方说在家庭一般人对音乐他可以分流行音乐 艺术音乐他可以分 但是美术很多人搞不清楚商业美术跟纯粹美术分不清楚 那这一画画从20世纪以后也很多的大艺术家 也没有经过这个学院的严格的训练 就是无师自通有些也成为大画家 都为是这个所谓的素人画家 就没有受过训练 甚至很原始的很天真的就涂鸦 所以我觉得只要不管有没有喜欢你自己试图看看 那么说不定你就很有这方面的天才 当然在画当中呢 让专业帮你稍微看一下 当然更理想 当然进入美术的专业学院系统是很快速的 因为全方位的训练很快速你就进入这个领域 那可能你无师自通就是完全在摸索 但是有时候素人画家没有受过训练 自己画的时候他没有包袱 他就自己随便图 有时候会有相当不错的作品出来 那是学院训练出来的 有时候完全不同的艺术表现 反正在民主社会多元化 所以我们也鼓励这一类的人多多参与 那么这一类人参与的目的呢 我个人是建议他不要有什么目的 就是画画 我喜欢画画 用什么材料 什么笔都没有关系 就是折重它的过程 你有半个钟头画一张画 有三个钟头画一张画 在过程当中呢 你觉得心满意足 很愉快 画出来不管好坏 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在创作 在作画的过程当中 你有一种满足感 快乐感 幸福感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大的目的 画出来最后好 人家喜不喜欢那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呢 从来没有画画 你不妨去试看看 哪个奇异笔 当然刚开始最好有一点色彩的笔 一般人喜欢色彩嘛 所以买个蜡笔 或者是有颜色的图 可以 因为有颜色 这个比较能够满足你个人的这个世界的需要跟快感 这么说来就是说 只要你肯提笔 只要你肯开始 对 对对对 所以我发现有些人一问说画画 哎呦我外行连动都不敢碰都不敢碰 那就其实画画是很愉快的事情嘛 不要有压力嘛 画画本身是一种 这个过程当中你 这个是很愉快 这个 为自己在追求快乐的一种 一种消遣的活 把它当成消遣也好嘛 千万不要说有目的 说哎呀我将来做画家 我画出来你看 哇将来要有商业目的 那就有压力啦 是 人人可以动笔 而且现在从20世纪以后的这个美术教育 很多不管是学术上都鼓励 说没有 就是一般的人 鼓励大家拿起画笔来画画 如果没有铅笔随便图也很好啊 奇异笔 当然有蜡笔也会有什么 直接言啊 直接图 那么历史上也出现这一类 无师自通的大师集的出来 是 所以听了大师这么一席谈的话 我相信一定可以鼓励 不只是我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您 假定您过去 因为家庭 因为事业 因为孩子各方面的这个忙碌的事情 占去了您很多的时间 你没有时间可以提笔来画你自己的人生 你的世界 听江教授这么一席谈 我们其实今天就可以拿起画笔来 对 这个有空十分钟也好 八个钟头也好 自己快乐就好了 不要有目的 那么一般透过专业训练就想说将来要成为画家 那一旦有职业的这个目的 那可能会有压力 实际上 这个让大家来画画 我是觉得这个 特别你刚刚提到退休了 退休了 目前在台湾已经有很多的社区大学 在我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 美国的很多社区 给退休的老人家 他有很多的活动 包括画画 插发 唱歌 跳舞 运动 什么都有 甚至他不一定画画琴 人家来表演画画 在旁边看 来拉提琴 那台湾现在除了社区大学 应该有很多社区的活动 可以 甚至没有老师 大家今天笔带来随便图 或者你不要画画 今天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请画家来示范 讲讲欣赏 如何欣赏艺术 我觉得都可以 非常开怀 可以开阔视野的一个活动 非常好 那其实我们如果说了解这个 江教授的这个学习的历程 我们知道江教授他自己可以说 足迹遍满天下 我们也都很习惯地讲 行万里路 圣读万卷书 那么旅行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作画的人来讲 这个旅行对他画画的生涯 有没有任何的注意 在明朝末年有一个大画家 叫董奇昌 当然他官也做得很大 做到礼部上书 官大就学问大 当然他画画也非常有名 书画都非常有名 他讲过一句话说 要作为一个画家 要行万里路读万件书 当然他这个是形容词 不是说一定要走十万里路万件书 就是要多读书 多走 多旅行 多看 但是他这个用意是说 你行万里路就是说 你走遍天下 不管 当然古代不像现在有照相机或者速写 他可能到处玩 但是他把大自然的这个风景 大山大水融到胸中 所以他说走遍天下 慢慢累积成为自己胸中之秋后 看多了 走多了 你的脑海里面就有山水的意象 风景的意象 胸中秋后就大山大水 那你这样的话 你要创作就随时要取材都很方便 所以行万里路 当然行万里路也可以扩充你的胸怀 所以书画家如果你不面对大自然 你心胸都会很狭窄 你走遍天下 心胸就开放 是不是 就心胸开放你的气势 表现在作品方面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你就会很开阔 很开朗 很开放的一种作品 那所谓的读万健书意思就是说 要多读书要充实你的内涵 以中国的过去的传统的书画家来讲的话 非常讲究人品 当然这个人品除了道德上的人品 也包括学问 学士 这个气质各方面 所以你读书读多了 胸中有墨水 你肚中有墨水 这个就是充实你自己的涵养 培养你的思想 如果你思想很高超 你的境界很高 你下比如有神 就苏东坡讲的 宋朝的苏东坡讲 这个画画 你这个有学问画出来的画 他可能境界就不一样 跟你一般 我们晓得画家种类很多 但是自古以来 只要作为一个专业画家 一定是胸中 这个肚中 你一定要有墨水 要有学问 你才能够寻足于作品 所以古代从宋元以后 就产生了一个文人画家 整个画团就被文人所掌控 因为文人他很有学问 从小也拿毛笔 他又喜欢画画 那他所追求的这个美学的理念 当然就是说 这个画面所呈现的那个境界 那个诗情画意的境界 就跟一般人就比较 跟比较没有读书的画家 所呈现出来就差别就很大 那当然你如果说一个画家 如果不履行 不走遍天下 不多看 不多写生的话 你胸中没有秋货 脑海里空空一片 你画出来的话 就等于是闭门造居 闭门造 这个等于是 在关在屋子里面 自己在造山造水 总是比较脱离生活 脱离人生 所以自古以来 艺术就是要跟生活 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读书旅行 这个是对一个画家的创作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次胡鲁敦文化中心的金墨彩经验的展出当中 我们看到江教授有很多古基建筑的作品在里面 在这里也要特别请教江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几年您好像特别关注这个古基建筑的这一块 对没有错 我这几年来 其实很早 年轻的时候我在欧洲 在西班牙念书的时候 我寒暑假就欧洲到处跑 做火车到处跑 我申请一个学生 跟国际学生镇到处跑 那欧洲的这个都市的景观 很多都不同的建筑 跟东方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有些很吸引我 从早期的这个哥德士 到后来的这个巴洛克 洛克这些建筑形式 都相当吸引我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陆陆续续有再就去学生下来 或者是像西班牙 西班牙到郊外很多古堡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 但是后来两岸开放以后呢 这近三十年 将近三十年 我1988年就去了 那中国大陆一些古基 特别是历史遗迹 还有具有文化特色的 各地方的一些古基建筑 我都非常喜欢 还有一些老街 这期间呢 几乎都是以古基为主 当然我个人一直觉得 古基制造会坏掉 所以呢 古基都充满了 它的文化内涵 一个民族的特色 文化特色 都在古基建筑里面 那有些不是古基 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我也很喜欢 所以我就除了画画以外呢 我就要研读 我就会去做功课 读一些当地的一些介绍 历史或者古基的介绍 所以我每一幅画 不管我用什么形式风格完成 我一定把我的感受 不管是创作的感受 或者是古基历史的一个典故 我都会把它写一段在画面上面 所以也是等于是我的 画的一个风格上的一个特点 那所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想大概从欧洲年轻的时候 我就开始关注了 因为我喜欢旅行嘛 但旅行你总会有一些情景 吸引住我令我感动 当然因缘聚会又在中国大陆旅行 开发展然后到处跑 那个都是过去历史上 地底上都念过了 就感触很多 我几乎走过地方 只要具有特色的 我都把它画下来 那台湾本土的更不用说了 我寺庙画得非常的多 教授身上流的血液 您思想里面的 其实您非常注重这个文化的 这个基底的最重要的那个精髓 没错 这个既有文化特色的 我都会关注历史性的 跟文化特色的 特别是那个 牛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人类文化遗展 我只要去过 我就一定把它画下来 当然用水梦 我刚刚讲过 用水梦来表现这些古籍建筑 是难度非常大的 对我来讲很大的挑战 但是这些年过去 我现在比较家亲就熟 家亲就熟比较 看到一个比较特殊的 要用什么 比较特殊的景观 要用怎么样 这个技法或者风格来表现 我比较得心应手 用水梦表现建筑是很吃力不讨好 不过在这么吃力不讨好的这种条件之下 您竟然也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尤其就是说 您刚刚所讲的 这些建筑有可能会崩坏 不能长久保留 但是透过记录 往往可以把它流传的更久 把它保存 带流传的 是 我们看这个从古早古早 历史所出现的 或者包括我们近代的这些 书画名家里面 我发现 这些能够成为家的这些书画大家 好像都每一个都非常的长寿 到底这个书画艺术 跟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养生 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像古代 古代一般人要活到八九十岁很难 很难 有时候三十十岁至五十岁 五六十岁算高速 人生到七十古来西了 但是很多书画家活到八九十岁 当然除非你生什么病 即使是现代也是一样 除非你生什么病 台大医学院曾经做过研究 就是他们研究主要是 台湾前辈画家 为什么长寿 前辈画家 后来我跟他们建议说 不只画家 书画家也很长寿 就是陈耀昌教授 台大医院陈耀昌教授 后来发表了一篇论文 我看 他还问我说为什么 我说很简单 这个写字画画都在练功 因为所谓利透子被 你看我们常常 为什么利透子被 那个气在流 你在写字的时候 我常常鼓励人家写字最好赞成 我画画也是赞成 那书画家在创作的时候 他是集中精神 集中精神 然后心完全静下来 就像在打坐的那种心静 完全静下来 完全集中精神 然后气在流通 我们不敢讲他是这个气功的原理还是怎么样 至少他也是一种看起来像静态的实际 他在动 里面的气在动 如果以气功的那种讲法是应该内在的气在动 所以我鼓励大家没事写写字 画画比较麻烦 都写字 写字是吧 你也不一定说要找老师 因为买基本字帖 重点是那个活动过程 每天写十分钟半个钟都可以 这个运笔的时候 我觉得写毛笔字的经验 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 拉个字条下来 或者写横什么 哎呀这心不尽的时候 没有运气的时候就写不成 拉不直 对这个古代的人 古代的书画家 他把琴棋书画 列为修心养性 修心养性 书画也都包括在内 修心养性就是一种养生的功夫 你像我这种年纪已经七八十岁 做七万八了 那我觉得我现在在写字画画呢 我觉得变成养生了 年轻的时候或许把它当职业 创作追求某一个理想 崇高的理想 作为一个艺术家 让我创作好的作品 现在 现在变成很没有什么目的了 我写字画画很自然 每天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通常早上写写书法 写写书法 然后中午休息一下 下午就开始画画 晚上如果未完成的话 就继续画 或者看一点书什么 听这个大画家这么讲的话 就可以了解 就是说一个人 为什么会能够有成就 那个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非常的用心 不管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步骤 都不轻易地把它浪费 所以有时候你讲的轻描淡写 我就是没事 然后就写写字看看书 其实我的感觉就是 那个就是您自我的一个目标 生活的目标 对 严于利己 对 这个除了写字画画 我生活去单纯 去单纯 当然你要养生 就是生活不要复杂 当然一般人认为说 人还是要运动 没有错 运动体能也自体 有时候也会到我们家后面的大湖公园 我住在台北大湖 灭湖的大湖公园 是 环境很美丽 英文 也会去山山步 动一下 大部分的练功是在我写字作画 所以等于就是说 毕生在这个书画艺术上 可以说是努力努力又努力 才能够有今日扬名国际的水墨画家 不可能 今天后出品节目能够这么幸运 让江教授 江明贤教授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关于他的画画 还有很多我们受益肥浅的这些生活知识 非常感谢 谢谢您接受访问 谢谢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 也能够再一次到节目中来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结善员 结好员 谢谢 谢谢您接受访问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再会